大家好 現在來為各位介紹 噴霧系統 那我們這個地點是在 嘉義縣 算是南臺灣的部分 這個水泥的一個建物的屋頂 因為南部的話太陽比較大 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日照的關係 這整個 樓面都非常的熱 那我們在屋頂特別加了一個 噴霧降溫系統 那 這套系統特別的地點就是說 他採用這個 比較容易 佈置的一個方法 一般都是叫水電行來配這個 這種南亞的這個管線 這種水管 那我們採取比較彈性的做法 這是一個 鎖牙的 鎖牙的一個三通 那上面呢 我們就是 可以接這個 離心噴頭 離心噴頭 它效果不錯 而且它是全部的銅的材質 那 這個的話 故障力很低 而且 也不怕太陽曬 那我們這個 三通街頭呢 這邊是個 螺紋 那兩邊 這邊 是用那個 鎖牙的 所以說 今天我們這個 黑色的這種水管 只要剪斷 然後插上去 把牙鎖起來就好 施工非常方便 那 這種離心噴頭呢 原則上是100公分 布一個就OK了 從這兩個之間這個 黑色管線就是100公分 這個是很簡單的鎖起來就好了 好那我們把這個離心噴頭鎖上去 那目前 我們這邊 在 開始這邊 水龍頭旁邊有一個旁路我們配了一個 電磁滑 這是桶的電磁滑 它有個好處就是比較耐用 好 雖然這個要另外接一個 電子定時器 不過因為它是銅的這種關係呢 比較耐久 所以我們採用銅的 好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總共配了 10個 10個一個 噴頭 沿著這個 小圍牆這邊 總共配了10個 OK 那等一下我們來 示範一下它實際上 在工作的情形 那一般南部的這個房子呢 大部分都會裝一個這個 這個 加壓機 這個加壓機的話就是 一般駐家常用的一個 4分之1HP的 加壓馬達 那目前我因為 我們所處的位置是 三樓 三樓 然後那上面水塔 只有一層落差 那個水塔的壓力肯定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家用的加壓機 雖然是 只有 4分之1HP 可是 噴出來效果 還不錯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個示範 好 那我們現在 水已經打開了 那水花非常壯觀 也非常漂亮 一片雾茫茫的 好 很漂亮 好這樣10分鐘 休息 休息 然後 再噴個3分鐘 大概就夠了 因為 如果有加設循環電視器的話 我想就是 每 停10分鐘 然後再啟動3分鐘 好 那雖然說這邊 已經有加了一個 10個噴頭 那我們可以看 他對水壓的需求 假設 我們這個水管如果再拿來 使用的話 事實上 還是OK的喔 那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 可以再多加 多加一些噴河 也是一樣可以工作的 所以 因此當你的屋頂 或是鐵皮屋 或是貨櫃屋 都可以把這一套 拿來當一個 降溫的一個 一個系統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已經是在噴的狀態 那我們再來使用我們同一個 回路的一個 水槍 這個水槍 也還是可以 順利的一個噴出水來 那表示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這個 4分之1HP的 這個加碼達呢 可以 接受 更多顆的噴頭 這個 如果今天你要加到更多 我想應該也還是可以的 河中 我們可以的話 可以 先把水槽 把水槽 也要在這裡 然後 它可以 是 有 奔入的效果非常的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